这就是我的敌务 这里的者是 还没弄完吗 真是的 好重 神奇葵反手就把他推到一边 这会儿 他正在厨房做饭 只见一只猪 拖着长鹰叫他名字 葵 见到心上人 一只猪马上凑到神奇葵旁边 两个人贴在一起 一只猪还觉得很正常 好奇地看他手上的动作 问 在做饭吗 小鬼没理他 专心做饭 一只猪得寸进尺 又往他那边起了计 今天是什么饭呢 小鬼无奈 只好回答 米饭和味噌汤 一只猪蹬鼻子上脸 哎 再加点菜啊 话音刚落 他盯着神奇葵的侧颜 双眸明亮 笑着说 但是 葵的味噌汤很好喝呢 有味噌汤 我就能吃三碗饭呢 肚子饿了 小葵抵挡不住他的热情 处于礼貌 只好回答 谢谢 神奇葵觉得 一只猪在这里 爱手爱脚 还贴得这么近 不是办法 得把它吃开 于是说道 一只猪 能去打扫一下洗澡间吗 你有空闲吗 一只猪有些不情愿地看着他 小葵具体说道 等做好 还需要一段时间 都说到这个分上 一只猪也没办法拒绝 没办法呢 我去做 转身准备去打扫洗澡间 等着一只猪走后 小葵看着手里的储具发呆 心道 感觉 跟以前气氛不一样 偶尔表情态度会变化 什么都还没能习惯 但是这些变化 回想起一只猪这个家伙 大听广众之下 揪他的辫子 然后还不向他和他拥抱 是不是做得太过了 小葵心中咆哮 葵 一只猪打扫完回来 又黏黏糊糊的跑过来 准备黏着小葵 只不过 被神气柜一巴掌挥开 一只猪愣了愣 没想到他反应这么大 小葵转身看着他 有些指责的意味 一只猪 你最近怎么了 我现在还在工作中哦 请分析时间和地点啊 像其他人一样 老实点啊 最后一句 小葵几乎是喊出来的 这一串话 把一只猪打扪在原地 他俊俏的脸上露出茫然 话都说出来 神气柜也握住自己的嘴 完了 就是说出这么伤人的话 嗯 那个 他有些磕磕半门地说 嗯 抱 抱歉 刚才那是 说得太过了 抱歉 可是一只猪看着他 一言不发 一只猪平常 总是元气十足的样子 这时候 竟然露出几分茫然无措 与脆弱 委屈得让人心疼 一只猪失魂落魄地回答他 没事 不用在意 转身就离开了 小葵站在原地 不知该如何是好 说出这么伤人的话是他 想道歉 啊 一只猪等等 看着一只猪步伐不停 逐渐走远 他感到一种恐慌 你要去哪 一只猪 神气柜大喊 他想让一只猪停下 浓密的森林遮蔽天空 这是一处山间小路 小葵追了一路 有些体力不支 喘着粗气 汗水从他侧甲上流过 跟着一只猪跑了很远 一只不远不近地坠在后面 小葵累到不行 喘着气吻他 一只猪 等等 你要去哪 最后 一只猪看见了那个山崖 他停下脚步 这时候 小葵也有了休息的余地 他站在原地扶着膝盖 呼吸急促 之前一只猪坐下来 盘腿坐在山崖边 广阔的森林 近在他目光之下 而他一言不发 什么呀 一只猪背对着小葵 挫霸地开口说道 不要跟过来呀 我不是做不到 跟其他人一样吗 看到你 感觉 停不下来 小葵看着他 目光中充满担忧 他也冷静下来 解释 那不是 讨厌你 我在大家面前 很害羞 一只猪 依旧很失落 我也不知道 今后能不能做到 你既然讨厌的话 我只能救出山里了 神奇鬼正中地 向他道歉 我 没能好好查验观色 我会一直说到 一只猪 你懂为止 要好好地 传达给你 既然道歉 已经开口 剩下的话 也就更加顺畅 小葵冲了他的背影 大声道 我会用医生 去交给你的 所以 一只猪 似乎是被触动了 他缓缓睁大双眸 转过头 似乎是不敢相信一样 向小葵 确认那个刺眼 医生 一只猪 有些懵懵地问 那葵 医生都和我一起吗 诶 呃 那个 那个是 小葵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 可可伴们半天也没有组织好语言 一只猪转身 目光犀利 朝他走过去 严肃地问 不是吗 小葵被他这副模样吓到了 不 不是不行 一只猪轻轻轻抚摸上小葵的侧脸 他原本认真的表情 忽然变得有些委屈 刚才 那不是讨厌吗 小葵看着他 把自己心底里的话告诉他 因为 谁都不在 小葵羞直地闭上眼睛 脸上也染上了些许羞红 他心里拼命谴责自己 我好小话 想更多触摸 今后一向在一起 那种事说不出口 那样的一出已经足够了 我才没有教他的资格 只能维持那样的事 一只猪抱住小葵 两个人紧紧贴在一起 小葵也抱住他 钻进他背后的衣服 他最后 说出那句真正的道歉 抱歉 一只猪 最喜欢了 一只猪眼神中 也约然上情欲 他说道 现在 已经停不住了呢 神奇葵在无人时 也是敞开心扉的 他肯定地回答 是 爽人眼神迷离 鼻肩触碰 呼吸消枝 这是亲吻前的事业 此时 当两个人心意互通 浮上心头的 都是那句 在这个和重要的人们 联系着的世界上 不想离开你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鬼没之 托儿漫画的小伙伴 记得订阅点赞 加分享哦 爱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